高个女孩都会经历过一阶段就会含着胸 脱着背就像自己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显眼 跟旁边人说话就这样 就这样跟人家说话 然后后来我爸我妈就给我买背为家 然后我都带坏了好几个了 就给带断了 但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意识到 我的身高是我的优势啊 开始打球了 所以其实体育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让你慢慢找到自己 就是你会发现你到了这个队里面之后 你会发现身边的小孩子个子都高 没有人再对你有这样的态度 然后你的人生 你会因为排球在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被拓展得很宽了 就你看到你经历到比同龄人士要多很多的 是 那个时候 你会比他们成熟很多 那个时候因为你经常是跟队友一切相处 然后我们那时候 寒暑假的时候也会有小小的集训 所以就慢慢地培养 那时候我从小就当队长 所以你从很小的时候 你就开始慢慢地有这种管理能力 好吗 好吗 谢谢大家